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 你要说话算话啊 我想知道 你知道的一切 关于这个案子 你连我的牢房都不敢进来 证明你根本不相信我 我又凭什么相信你呢 怎么 我站在外面 你是不能说是吗 你是怕进来 我刷了你灭口 你放心 像你这么聪明的人 我还留着你破案呢 你不会死他 说真的 爱信不信 我就说不用拟救吧 我自己也可以掏出来 白姑娘 放开我 放开我 宋公子 不是告诉过你 等我问完话才能帮你出去吗 他几次想杀你 你又不会武功 根本抵抗不了 现在我够诚意了吧 你干吗 你干吗 你呢 我说话算话 姑奶奶我对你没有兴趣 我们就这样说话 我知道的一切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嗯 没错 没错 一开始我也以为我哥是凶手 因为李源之和帖木尔的死 他视线都知道 都知道 包括假使者桑加尔的死 也是他安排的 他是桑加尔在帖木尔死的那个晚上 从燕回城回大清国去 实际上是骗了他 我哥安排了杀手 我是卓大人的亲信 所以你哥 是知情者和参与者 但最后被人杀了 是不是同伴干的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人以为假使者的死 可以让所有人认为 这一切与我大经国无关 但事实上 可能真的无关吧 我们在长风客栈见面 本来就是一个意外 我哥本来打算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躲起来看一出戏 可是没想到 在我跟他碰面的时候 恰巧看到了你们 知道你们很快就会知道 假使者的身份 也很快就会知道 我哥才是捉路途 所以 所以 三番两次想杀我 我们不本来就是敌人吗 我可没把任何人当成敌人 姑娘 还有什么遗漏的信息吗 我们在第一次遇到刺客的时候 刺客除了拿走了牡丹图 还拿走了我哥 准备烧掉了一张纸条 我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姑娘 这些消息很重要 可以有利我调查 好 感谢 戴姑娘 你真的没有什么告诉我的了吗 对了 你让我查的那两名 死者的胃部提取物 我都查了 都有谜药的成分 但具体是什么谜药 我还没查出来 就被你们关起来了 如果是有谜药 那案子就好办了 多谢二位姑娘 嗯 对对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